你 这是一个触摸的一个流程图 我把它简化了啊 我把它简化 因为昨天那个图看上去比较复杂 那么有些同学抓不住中心思想 抓不到中心思想 那么其实触摸它这个原理呢 它是很简单的 作为维修的话呢可能就是还是有点复杂 因为泄露的比较多 但是 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主体的中心思想 那么在这个 你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啊 还有这个维修思路方面就会比较清晰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触摸的他这个直接相关的元件是这么几个 第1个 是我们的这个 U1这个组 cpu 是吧 第2个是我们的这个 触摸的主控芯片 第3个 是U14 我们这个触摸的驱动芯片 第4个 第4个是我们触摸的这个 这个桌子啊 这个桌子呢 是我们 面板 排线要扣在上面的 是吧 是我们面板 与这个主板的 连勾 连通的一个什么 桥梁啊 那么 在后面就是我们这个触摸面板 触摸面板上呢 他其实就是这种坐标式的 他是一个格子 坐标式的 那么这个坐标式的这种结构呢 这种坐标式的结构呢 那么其实呢 是一格一格的 那我们看不看到的 我们是看不到的 在这个上面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坐标的啊 那么 比如说我把这个坐标 给他标上数字 那么他这个 对应的这个关系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给他每一行每一列我都给他标上数字啊 比如说你看这里是 比如说这个A 是吧这个是 啊我们来看一下 A 这里面的是 B 再往下面有C 啊 这个A没有啊 因为这大家知道这个A 在这个坐标里面一般来说都不用这个A的为什么不用因为他长得像什么 像一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的不用 K 啊 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坐标 如果说我们往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往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标上什么12345这种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坐标这个对应关系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面板上他其实就是一种这种坐标的对应关系 当然呢我这上面并没有画满20根啊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驱动线其实他有20根 他是有20根 然后这个返回线呢 他有15根 那么每一个点呢都是一个坐标 他分布在我们面板上每个区域 啊比如说我们说 啊我们某一个格子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格子这个区域 让我们说是什么呢我们说是QQ QQ这个图标 是吧 或者说我们说在这个其他的某一个格子 比如像在这个格子 是吧 在这个区域我们说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微信 啊我们说这一块是这个微信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QQ这个图标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坐标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在我们什么 这个 dc dc 还是什么13区 虽然他相当于在这个dc13区 像我们这个微信的他就相当于在什么 在我们这个f10区 虽然的 相当于f10区 他是有个坐标的啊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1个 这个源头上 啊这个源头上 肯定是要搞清楚的啊 第1个源头上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cpu要选中 选中我们的这个u12 选中之后往后怎么样再发出这个创新失踪 是吧我们说这个 数据未动 时钟要先行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他肯定是有一个顺序的 对吧所以第1个 这个骗选信号要发出来 第2个呢 这个创新失踪 又发出来 那么紧接着我们cpu要发一些数据 或者是命令 发送给谁 发送给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 啊 那么这个主控芯片得到这个cpu过来的这个什么驱动程序啊 数据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驱动的命令呢 然后怎么样子 第10步 怎么样子 他就发出这个 20根这个驱动信号驱动信号啊 20根驱动信号 这20根驱动信号 再经过我们u14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放大处理之后 到了这个第5步 啊这个时候呢 那么这20根信号 它是交流电压 这20根线上面是一个交流电压 把它送到我们面板上的每一个区域 好吧送到每一个区域 好然后呢当我们 在对应的区域去触摸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个 我们这个dc13区 去触摸的时候这个就是吗qq所以我们在这个f10去触摸的就是我们的微信那么他会怎么样子 第6步他会怎么样子 他会通过这15根线 15根线 把这个坐标的数据 返回来送给我们的u14 送给我们u14之后我们又是再将这个数据啊进行一个啊放大处理 放大数据的这个整形的这个处理 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给谁呀 是不是要给我们的这个 主控芯片 给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他其实这个主控芯片他里面有一套这个啊 算法的他具有计算能力他具有这个计算能力啊 于是呢 他要把这边的这个坐标信息要汇总起来呀 是吧 你在 横坐标a几区 重坐标 数字是123456哪一个去是吧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坐标转换出来之后再给谁了 再通过这根线miso给到了我们这个主cpu 主cpu然后根据什么根据当前的这一个 运行模式 比如说你当前是在桌面 你在桌面 你当当前是在桌面 你在这个qq上面双击了那么他必要是打开 如果说你是按住了他不动你把它从这里拖到这里 那么呢很显然 那么cpu收到的这个什么样子 他说是你是把这个图标之后这个什么做一个位移 于是呢 他就会把这个图标给你位移过来 怎么样 然后如果说你当前打开的是什么 这张照片 啊 是一张照片 打开的是相册 那么你双击了这个区域的这个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自然就打开了 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你做了一个什么 上下轨迹的 移动 是吧 什么叫上下轨迹的这个移动 也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照片 当你把这个照片什么 往两边移动 这个干什么 是不是就是放大呀 这个就是我们放大 是吧 当你把这个照片往里面移动 这是什么 是不是缩小啊 这个就是缩小 是吧 那么cpu会根据你当前的这一个 啊内存里面 所打开的这个程序 来执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功能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双击这个这个作标上的 可以给我这个图标 那么就是把这个程序打开 是吧 双击微信就是把微信打开嘛 是吧 这是最常见的这个功能 这就是我们这个触摸的这个原理 也就是说 在这个触摸上面呢 他必须要有 20根驱动线 还有什么 15根反位线 你必须都要正常 只要有断线的 只要有断线的 那么必然的 就会出现这个 异常 好吧 那么整个 虽然说我们那边触摸啊有这个20根驱动线 然后 回来来有15根反位线 但是 到了cpu这个地方 数据的 传送 都是 一根线 你没有发现 是吧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不考虑这个偏选跟创新时钟啊 当然他们是必要的工作条件 是吧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mosi 是吧这个是数据cpu发出去的 miso呢 是送回来的 看到没有 所以说 不论你前面的这边是20根 还是这边的是15根 反正我这边数据的进出 到了我这个spi总线 都是一根 好吧 就这样子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 我们的u14有问题啊 u14有问题又是比如说供电没有啊 我们每一个芯片 只要他要工作 那么他肯定需要一些 供电吧 我们u14要不要供电 肯定要供电 我们昨天说 他有几个供电 他有6个供电 什么样的 u12要不要供电 他肯定要供电 他有几个供电 我们昨天说了他有什么 四个供电 是吧 这些供电的缺失 比如说u14缺供电 那么会导致什么 你这个驱动信号过不去 对吧 那么这边信号也回不来 就是没有触摸 对不对 那u12不用说了 你这边有问题的话 你那你这边信号过不去 什么样子 他这边过来了 你这过不去他肯定不会过来吗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吗 好吧 这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触摸的一个 工作流程 我把它简化了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触摸的这个工作流程 事实上到后面的什么5s啊6代啊6s啊都差不多啊 只不过是怎么样的6s 他这个触摸电路更简单 为什么简单呢 因为6s这个触摸芯片了 全部都在 屏上面 也就是说触摸芯片的话那里意味着你得要换屏 是吧 而这个基本上他就是没样子 到6s以后就是没了 u12和u14就不见了 没这两个芯片了 就直接是吗 u一直通我们的这个 J4做相当于是这样子啊更简单 他的这种设计思维其实是模仿了谁呀 其实是模仿了三星的 三星的触摸都是这样的三星的触摸也是很简单修的 如果不是屏的问题那就是cpu问题 当然我们6s之后也基本上也是这样子了啊 如果说那些供电啊 屏没有问题那就只剩下cpu问题了所以以后触摸越简单 那么 目前市场上占用量比较高的这个什么6啊 5s啊是吧这些还是这种架构 所以说我们仍然还是要把它掌握啊 这是这一块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触摸的电路上面 再看一下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也没有问题啊流程看一下也没有问题 再看一下这个流程也没有问题啊 啊流程没有问题的话 啊那么我们紧接着 将后面来看了 啊回到我们这个 5代的这个触摸 那么这个图呢已经分享给了我们的这个 呃网络班的同学啊已经分享给我们这个网络班的同学 那么网络班同学呢 呃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啊看一看好吧 下载下来把它看一看 然后仔细的研究一下 我们讲过的东西啊 好 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呃上个上节课啊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构成 也就是说基本的这个结构的组成 啊然后他们这个供电 我们这个u12这个 触摸的主控芯片他需要4组供电 u14需要6组供电 是吧 然后这个触摸面板呢 他上面也有4组供电 好吧触摸面板上面他也有4组供电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啊 我们今天呢 呃就 接着上一节课我们把这个传送的这个流程部分再讲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 第一个信号就是我们cpu 要发出一个什么呢 clk33ggp reset soc-l 是吧发出这个信号 发出这个信号给谁了 啊给到我们这个 u12给到我们的u12好吧给到我们这个触摸ic 主触摸ic u12 发出这个信号之后 紧接着 第2个信号是哪一个呢 第2个信号啊我把这个序列号大致标一下啊首先呢第1个信号 是这个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啊时钟一定要先有 第2个呢 第2个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cs-l这个要发出个什么信号的 骗选是吧 我们cpu要选中谁呀 选中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 是不是 你必须要选中他 选中了之后然后再干什么呢 我们的主cpu要向 触摸ic 发出一个什么 串行时钟 我们都说了是吧这个 呃 时钟这个数据未动时钟要怎么 时钟要先行是这样的数据未动时钟先行 然后紧接着怎么样子的紧接着我们的cpu要向这个 cpu这个主控芯片发出什么 发出什么东西 发出我们的这个 驱动程序 发出这个驱动信号 发出这个驱动信号 那么在这里啊 在这我只是说到这个信号啊 我没有说到这个 供电呢 复位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说考虑到这个复位的话 是吧供电时钟复位的话 那么他真正的顺序是怎么样 他真正的顺序是这样子的 所以第一个吧供电要有吧 是吧 如果说你要考虑供电的话那么就这一块 第一个他这个供电你要有是不是啊 供电你要有 第二个呢 他这个时钟的这个是吧你要有 供电其中有几路呢供电他有四路 第一个四组供电你要有吧是吧 第二个 你这个 啊 clk grip reset 刚 csoc 刚刚要这个信号你要有是吧 第三个才是什么呢 第三个才是我们的 复位信号 知道吗 发出一个触摸ic的复位信号 这是从整体的这个时序来讲的话 还是这样子 第四个呢 才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骗远信号 所以我们说这个触摸ic的供电 肯定是你要先到的因为这是上节课讲的嘛就是啊 供电要到的其中供电他有几株呢第一个 bv8grip第2个呢 pv5a1grip 是吧然后下面两个还有两个叫 啊 kmalus这样子然后刚vddcore 然后这个vddna两个1.5v是吧四个 然后紧接着什么呢 简直就是整体的复位 这个这个时钟 这个时钟 时钟完毕之后就什么呀整体的复位 这个是触摸ic就已经了 他被初始化了 他已经被初始化了 因为他复位了吗被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 然后呢我们的主cpu就开始准备控制他了 是吧 然后他已经复位了吗准备控制他直接用偏选信号把它选中 偏选信号选中之后然后紧接着干什么 啊紧接着发出串行时钟 串行时钟发出来之后 紧接着发出这个驱动程序还有一些控制命令 是吧 啊发动给谁啊发动到我们112是吧 我们112得到这个驱动程序还有控制命令之后 然后紧接着干什么呢 紧接着通过20根线 通过这20根线 发出驱动信号啊我把这个数字写大一点 啊这边就是7了 通过这20根线发出这个驱动信号 这个驱动信号给谁呢 啊 给又要是是吧 那么如果说你如果说严格来说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叫 boss的一人这个地方才是第7 这个地方才是第7严格来说 为什么说呢这个boss的一人是干什么的 我们知道 boss是干什么的 深压 是吧深压一人呢 开启深压开启 那么这个深压开启 由我们的这个U12 发给我们的这个 U14 他得到了之后就会产生深压呀 哪些电压是深压的 比如说这个 负的6.8伏 也就是说你这个必须要第7步必须要这个boss的一人 如果说第7步就是boss的一人这个深压的开启信号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负的6.8伏是没有的 负的6.8伏没有面板没这个电压 他是不工作的 知道吗 还有哪个没有啊 这个9.33伏这个电压是没有的 还有哪一个没有啊 还有这个10伏 正10伏 负10伏 负12伏 这个电压是没有的 知道没有 好吧 所以说应该来说说这里有这个第7步 这里有这个第7步 然后呢才会有什么呢 这个第8步的这些声音呀啊 这第8步的这个声音呀 这个电压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压 这些电压啊 还会有哪些呢 还有这里 这个9.3伏啊 啊 还会有哪些呢 还有这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电压你都要出来啊 这个电压你都要出来 那么这个电压到位了啊 这些电话 然后于是这个这些电压就到位了 对不对 这电压到位之后警觉着干什么 我这个驱动信号你都要出来啊 啊 我们这个612 约2向114 通过多少根呢 通过20根线 发出这个驱动信号 好那么这个驱动信号经过U114做一个什么 就是放大 是吧 放大之后 再送到我们什么 U114 就是第10步 把这个驱动信号放大 放大之后第11步 然后这些驱动信号然后送到哪里 送到我们这个面板上面 啊送到我面板上 好当我们在面板上做一个触摸动作的时候 我们面板上是不是要把这个信号返回来 要返回来 第12步 他要把这个信号通过15根返回线返回来 返回来之后 然后我们的U114要做一个什么 把这个数据线做一个数据的整形 数据的放大处理 是吧 处理完毕之后 再通过这15根线就给谁呀 给了我们的 U12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U12 这个 以后将这个数据将这15根数据怎么样的 进行处理啊 进行软件的运算了 把这个作标怎么样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给谁呀 算出来之后要给我们的这个 CPU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第15步 第15步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里了 给到哪儿谁呀 U12通过11角的这一个什么 SPIE MISO给谁呀 给到我们U1 给到我们的U1 U1怎么样子 得到这个坐标数据之后 在执行你这个触摸的 动作的指令吗 是不是样子 在执行他这个指令 好吧 那么这就是他的这个 整个的过程 然后这就是他的整个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把这个 我把这个过程来在在整体了啊 再再讲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 啊 第一个 啊 这个第一了 我们这个一是很小啊 现在很小 那么首先呢 这个 这个 啊 你这个供电你先要有吧 是吧 供电肯定是要先要有的 我们这个供电有几路的供电有四路四组供电 有四组供电送到了我们这个U12啊 送到U12 然后呢 其中呢 深圳来送进来是两路 是不是样子 PPA8GRAVE 跟PPA5VEGRAVE 然后呢 他自身CPU产生了两组啊 自身又产生了两组1.5V的电压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总共有四组供电啊 不能缺 啊 紧接着 我们的这个组CPU发出什么 啊 CLK30GRAVE RESET SOC 发出这个信号 给到我们的U12这个第一脚 啊 然后紧接着呢 啊 紧接着 然后干什么呢 紧接着我们的这个 主CPU 第19脚发出个什么 GRAVE RESET-L 发出一个什么 触摸的复位信号 给到我们的U12 什么样子啊 然后呢 于是这个时候 U12得到什么 得到供电 失踪 复位 这样子啊 要进入工作状态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触摸IC啊 他被CPU选中 啊 被这个SPI CPS这个信号 还不得选中 这个是个低电瓶啊 这是PP8是个低电瓶 啊 于是就把它选中了 选中了 之后开始发出创新失踪 紧接着 SPI MOSI发出什么 发出这个驱动程序 发出这个驱动程序 驱动数据 发出这个驱动数据 给谁啊 给U124 U124得到这个驱动数据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同时要去把谁给启动呢 他同时要去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 呃 U14他也要去把它启动 好吧 他也要去把U14启动 于是呢 这个第四脚他要发出什么呢 第四脚他要发出一个BOST的烟 这样一个声音压的开启信号 那么这个声音压的开启信号之后 有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U14 他这个供电才起来呀 这个U14才有什么 正5.7 负5.7 这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扣传屏这两个都有了 那但是有什么 这个声音压是不是起来 声音压就起来了 这个10伏啊 负10伏到负12伏啊 这个声音压电路啊 这个就起来了 还有什么 还有这边的 啊 还有这边呢 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9.33伏啊 是吧 9.9.3伏啊 这个什么 负责6.8伏啊 那么这些电压他就会起来 知道吧 这都是这个供电就到了 好 U14已经进入预备的工作状态了 是吧 然后这个是呢 我们说这个是第九了 第九好像怎么样 我们的U14 因为U14已经进入预备工作状态了 是吧 那我们U12呢 就要开始 传送 驱动电压 传送这个触摸面板的驱动电压 通过多少根的 通过这20根线 通过这0到19啊 是吧 通过这 20根线 是吧 也就通过这20根线 传送 传送过来 他在这边他做了个什么 把这个信号进行一个放大处理啊 增强他的这个驱动能力 好怎么样的 第10 再通过这个 放大之后 输出到了输出到我们的这个 触摸的 座子 什么样的啊 出到我们触摸的接压座 啊 这些是做啊 所以这个街市座 那么说到街市座 这个是第11步了 那于是这个我们的面板就得到了这20根的这个 驱动线号啊 那么这个20根上面的这个交流定压了 就已经分布到触摸面板上的啊 每一个区域 那么呢 当我们在面板上触摸的时候呢 那么他会通过15根线返回到我们哪里来返回到我们这个街市座 啊 然后 这个座子的又把这个线传递给谁啊 传递给我们又要是是吧 又要是将这个返回的15根线进行一个数据的整形 数据的整形处理 啊整形还有这个我们放大的处理 是吧然后怎么样 在 通过15根线把这个处理完毕之后的这个 15根线的信号 返回的信号直接给到u12 u12再 把它转换为怎么做不要的数据 是吧第15步通过spi的miso 传送到我们的这个主持apu 这就是整个流程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 1到15 1到15 这所有的流程在这个地方 好吧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有的这个动作的前提是怎么样子 你必须得扣上屏啊 那么 呃有的 同学 你你不扣上屏的话 这上面的这些电压 你全是撤不到的 知道吗 你不扣平的话 这些电压是撤不到的 知道吧 这个触摸的供电了 像pp18p151 group啊 这种链你一定要扣上屏 你不扣上屏 它是不会产生的 那么为什么说要扣上屏才会产生呢 我们看一下屏的座子 屏的座子啊 屏的座子是哪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啊 街舞座 街舞座 啊 我们在前面啊 学过这个五代的 lcd屏的电路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看一下 这是五代的lcd屏的电路 是吧 哎 五代的lcd屏接口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电路啊 那么这个电路当中的其中它有个同步信号 看到没有 这个 17角看到没有 lcd hifa bsync 是吧 这就是个同步信号 经过fl34滤波 送给谁了 送到我们的cpu 是吧 当然还送到其他的电路去了 这就是这个17角的这个同步信号街舞座 那么在触摸电路这一块呢 如果这个同步信号没有的话 这个触摸电路是不工作的 换句话来说 街舞座17角这旁边有个fl34 如果说这个同步信号丢了fl34这个电感断了 如果说这个电感断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同步信号要给谁呀 你看见没有 fl34滤波这个这个同步信号 一方面他要给到 主cpu p32 那么如果说主cpu得不到这个同步信号 那么他就不会 向u12 发出 这些信号 什么clk gribl soc cs slk mos ms 全都没有 全都不会有 知道没有 所以说这个触摸电路工作的这个源头 是什么样子的 一定要扣上屏 而且要有什么呢 这个同步信号 好吧 那么这个同步信号他还送到了哪里来看一下 这个同步信号啊 他还经过了哪一个呢 经过我们u5这个缓冲器啊 这个反向的缓冲器啊 大家看一下是反向的缓冲器 我们说缓冲器可以取到一个什么作用 延迟时间对不对 延迟时间 而且呢他带来反向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六角是一页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什麼缓冲器啊 还有一个缓冲器啊 就是这样的缓冲器啊 就这件事已经是这样了 明白 您好吗 这个人给们看我们的缓冲器啊 进行吗 就这样就这样了 看 我们赔 我 这下 我们把这个缓装器这一块啊分析一下 比如说这个J5座这个地方啊发出一个这个 同步信号出来啊这个同步信号其实它是一种什么信号呢 这个同步信号是这样子的 这个同步信号它是这样一串数据啊 那么这个同步信号过来之后啊同步信号过来之后啊比如说这个第六角是第一是高点平是一的话 那么经过他延迟然后再去反 再去反然后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变成了0知道没有 然后这个0送到 这个0送到这里 第三角然后再经过他延时然后再什么 再取反 所以又变成什么 变成了一是吧 我们说两次反向 那不等于没反吗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到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子 当这边是一的时候 我们基一角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 当这边是0的时候基一角这边 也是0知道没有 他们是正好是同步的 是不是啊你看延时了又反向反向的又延时延时又反向看到没有 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干什么呢 延时啊延更长的时间了对吧 那你说我再加几个反向器那延迟的时间更多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里还主要起到一个什么呢 延时的这个肉用啊 起了这个延迟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信号他还到什么地方呢 一方面送到了经过延时啊送到我们主 主触控芯片的基一角 那么另外一方面他还送到哪里呢 这个同步信号另外一方面他还送到了 这个这边呢看他们呀这 我们触摸驱动芯片的 k5角 好吧 基一角 那么对于这两个芯片来说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u12还是这个u14 假如你k5角掉了这个点掉了那么 这个ic是不能工作的 那么呀 还是不会有触摸的 然后基一角这个点掉了也是一样的 也不会有触摸的 这个这一点你要注意的 这个同步信号啊非常的重要 他得不到同步信号 他就不工作 那么这个同步信号是谁发出来的呢 这个同步信号的源头是谁的 J5做的是7 谁给17的 LCD屏 是我们的LCD屏发出来的 所以说你只有扣上屏把屏扣好了 那么触摸才能工作 知道没有 当你不扣屏的话 那么触摸是不会工作的 这一点 这个常识也是一定要有的 好吧 这是 这一点 那么在这个电路里面呢 啊 这个角落里有个电路啊 这个电路我们 虽然说画出来了 那么 现在呢 我暂时不会讲的 那么到了后面我们有一个专题 我们专能的专门来讲解这些传感器 也就是对于这一块的这个电路 这个什么 这是我们的接近 传感器 也就是我们的近距离传感器 这是我们的接近传感器 当他这一块主要控制什么呢 当这个脸部靠近这个手机的时候在通话状态下 然后屏幕会怎么样 屏幕会进入中断状态 触摸会进入中断状态 来起到一个什么防止误触的这个功能 啊 这是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呢 在讲触摸电路的时候我们 不对他进行讲解啊 我们后面会有专题来对他进行讲解 好吧 这一块 仅做一个了解先放在这里 我们后面的会有专题再讲解的 我们的 重点的就是把这个触摸电路啊 把它搞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啊都是 比较 简单的 从这个总体上来看 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一些供电你要到位 是吧供电啊 这些 复位啊 时钟时钟信号啊 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到位 那么这个上面有一些这个个别的地方啊 比如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Q9啊 Q9这边 Q9这边 他构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构成了一个 负压的开启信号 那么 只有一种情况 只有当这个Q9我们PP9这个地方啊 是1.8伏的时候 只有当这个地方是1.8伏 当他导通的时候 当这个魔术关 导通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才会产生这个-6.8伏 他利用的是什么 呃就是这个负的生压 负压如果说没有这些电容的话 这个电容如果是你不把它接地的话 他悬空状态当这个Q9 如果说不导通 这个电容是悬空状态 那么他就没有电容储能 没电容储能那么 他就怎么样子 他就无法进行生压 如果说你学过前面这个生压电容 你就知道的 但一个生压电路当中没有储能电容的时候 这个电压是生不起来的 知道没有 因为这个储能电容你必须要接地对不对 必须要接地 他就是这种原理 好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c33 那有些同学说这个c377不是有一个电容吗 但是这个电容太小了 这个电容是批法级别的 他无法进行储能 那只能滤波 像这一堆电容呢 他是微法级别的 他是微法级别的 所以说常态一下 如果说这个电的Q9不导通的话 那么这里就相当于断开的 断开的这个电容就是悬空状态 他无法进行储能 那么要储能的话呢 就必须什么呀 必须要接地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Q9啊 Q9还有这一堆电容 这是我们的 这个什么 负的6.8伏的什么 一个 开启信号 一个开启信号啊 这一堆电路如果有问题 他会导致这个电压不起来啊 这个电压没有了就肯定没触摸了是不是 那么这个开启信号这个1.8伏是谁发出来的 这个1.8伏啊 他是我们的这个 主控芯片发出来的 触摸的主控芯片发出来 U12啊 主控芯片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电压产生的时间呢 啊跟我们这个第七步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跟这个这七步都是差不多的先后 都是差不多的先后产生的 那么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样子 啊第四角发到这个b2角的这个boost en 这个你用万元表测不到 啊你用万元表测不到 只能用一种东西测得到就什么东西 识波器 最后用识波器测得到 他这个东西啊变化太快了啊 变化太快了 然后呢他是 是 是一个方波 变化太快 他是一个方波 他是一个这样的波形 那么我用是不我用万元表测了很多次啊 都测不到 那么我在分析这个电路 我也感到奇怪 哎怎么有一个开启 怎么没电压 是吧 然后最后我用这个识波器 就测到这样一个电压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方波 我用万元表测的时候 他是名符 这一点你要注意 好那么这就是这个呃整个触摸的这个 工作流程工作原理 工作流程工作原理 那么下一堂课来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触摸的常见故障的维修 那么我们先 休息10分钟啊 先休息10分钟 我们再来讲解一下触摸的这个常见故障的维修 刚才的开始啊 好在这个地方的啊我们有个新话还没讲啊就是这个grip -int 这个int叫什么意思呢 int叫什么意思 这个int 是吧 这个int它这个全称叫叫interrupt啊 叫 int r ru pt 啊 interrupt 叫什么呢 中断 啊 interrupt叫中断 那么这个中断的他的这个啊这是一个计算机专用的词汇 在这个计算机词汇里面或者这个我们的这个 电子电路的这个词汇里面用的是非常多的啊 啊叫int interrupt 中断 一般来说中断他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表示什么样的 他绝大部分他在表什么呢 暂时 停止 稍后再继续 啊稍后继续 他绝大部分他都是保 表示这种 表示这种逻辑关系啊正式停止 稍后继续 那比如说你 邀请了一个朋友到你家里吃饭 是吧 啊然后呢 这个 朋友就来了 把叮当门铃就想了吧 是吧 那么这个门铃想了之后 你刚好怎么样的 把那个火打开再准备炒菜 这样的啊你自己今天亲自下厨 是吧炒了个菜 然后这个门铃想了怎么办呢 你是要等个六七分钟把你的菜炒完了 让客人再进来还是先把火关了让客人进来稍后再把火打开再炒了 我相信呢 你一个正常的人都会选择什么 哎 先让客人进来嘛是吧 先让客人进来把把这个火先关了 火先关了 然后把门打开 邀请他进来做 是吧 自己倒点水喝啊 不要客气是不是 说先先忙了啊先炒菜了是吧 你先这时候紧接着 客人进来你再把这个什么 门关上然后再去把这个 灶台打开是吧继续刚才炒菜这个动作 是吧 那么刚才 从你放下这个事情到现在结束这个过程呢我们把它就叫什么呢 我们把它就叫做中断 他通常就是表示暂时停止商户继续 所以中断跟关闭的他是不一样的啊他是不一样的 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中断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会发生中断这件事情呢 就是让这个触摸啊 暂时先不要用 啊等于会 再来继续 先不要用 然后等于会 再来继续 什么时候会发生啊 各位 很明显的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想不想到 各位 哎 主要是在什么时候来大家想一下 就是在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在我们 打电话的时候 打电话时 在非免贴模式吧我们的脸 我们的脸去 靠近屏幕的时候是不是触触触发了这个感官的近距离检测啊 触发了 他为了防止 我们这个脸部误碰到 这一个 屏幕上面这些菜单功能键 于是他要干什么 他要把触摸关掉 他要把触摸去关掉 然后还把什么关掉 还要把屏幕的显示关掉 是不是这样子 哎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这个grip-i-l 他就由1变成了什么 0 怎么样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grip-interrupt L 怎么样 这个L是什么 低电频有效哦 当他为低电频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动作 发生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 中断的这个动作 也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grip interrupt 我们grip-int这个信号 他应该是为什么 唯一的 唯一的 当他处于中断的状态处于不工作的状态我们触摸IC 处于不工作的状态那么他处于什么 那是不是就变成0呢 变成0 是吧 当他变成0也就f1就变成0的时候这边还有驱动信号吗 这边就没有驱动信号了 这边就没了 好吧 好吧 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很显然 我们在 维修这一个 触摸不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考虑这个中断信号呢 肯定要考虑 是不是 因为当他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触摸 是不工作的 无论你换多少个触摸IC都没用 是不工作的 好吧 因为他处于被中断的状态 好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我们电路的分析这一块呢基本上啊我们都已经讲到了是吧基本上都已经讲到了 嗯 还有这个地方啊 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电阻 你你如果是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什么呢 发现我们这个五代的触摸六代的触摸5s触摸5c触摸全都有这个电感知道吗 这个电感不能搞掉啊也不能短接啊 不能搞掉也不能短接你短这个地方你要是搞掉了或者是短接了那就触摸功能就没有了好吧这个电感在这里干什么了 就起了一个深压的其实他就是一个深压电感 好吧 不要掉了这个地方你要注意的 好整个这个流程的基本上也就这些那么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故障 这个触摸的这个故障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么其实触摸这个故障的都还是比较简单的他分为几大类型啊我们的第一大类型 第一大类型啊我们来看一下 就什么呢触摸有盲区 触摸有盲区 什么叫有盲区呢 哎我们常在下如果我们在菜单见面 我们用手指 按住这个 菜单的图标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 任意的 移动 我可以把这个图标啊 移到任意的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的 停止下来 然后停止下来 我可以这样子 是吧 那么如果说 哎那么说如果说你在这个移动当中比如说 哎我要从这个上面 往上面移 往上面移 我移到这个13这个地方怎么样子 我一放手 他又回来了 我一放手 一到这个地方 他又回来了 有这么样的 13这一条线呢 你跨不过去 也就是你在这里 13以下也都可以 就到这里你跨不上去 那是为什么呢 那这就叫 这就叫有盲区 而下面部分的这些地方 我拖动这个图标可以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13到16这一段区域 他就是一个盲区了 就是无法触摸 那么从这个结果上我们来看啊从这个 1到13这下面这触摸都是ok的就上面那一段不行 这种说明什么呢 他是盲区这种过程我们把它叫盲区有些盲区是什么的他是在某个角落 比如说哎这下面都可以 只是到了这个什么 16这一行就不行了 然后或者说到了这边上的这一列都不行 对吧 或者说这种边角的某个地方不行 这种的我们故障把它叫什么 我们把它叫做触摸有盲区 从这个触摸有盲区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认为什么呢 基本上 我们认为 从这个上面来判断的话啊 我们可以说了 啊这个 U12的这个供电 供电 供电是不是ok的呢 U12的这个供电是不是也是ok的呢 对啊 也就是说我们说供电呢还有什么时钟啊 还有什么中段呢 还有什么HPI的 4根线呢 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叫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统称为工作条件 是吧 也就是说了基本上 你只要说是屏幕触摸有反应 说明他们的工作条件呢 是ok的 工作条件不论是U14 是U12是ok的 这个情况下我们通常不要再去查他的什么供电时钟复位数据 不要去查 不要去查了 那么既然他有盲区那么我们主要围绕着什么呢 围绕着 这一 这一条有盲区他为什么说这上面一条都有盲区了 或者是为什么是这一条有盲区了 是不是 那么从这个原理上我们可以考虑到清楚啊 啊那么出现有盲区了 首先我们触摸面板的这一条坏掉有没有可能呢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 是吧 我们要首先要排除这个面板的可能性啊 还有怎么样 我这一条有盲区说明什么 我这个16脚 我这个桌子的这个16脚有没有可能脏了 接触不好啊 或者没扣到位啊 有没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啊 是吧 所以这是我把桌子怎么样 做个简单的清洗洗洗刷刷是吧 这个桌子重新扣 好了 是吧 这些故障就是等于说给你送钱来的 是吧送钱来的 然后基本上来说洗洗刷刷就好了 对吧 那么如果说 我们说一说我们接着这种机制我们要排除两个方面 简单的啊 第一个 座子 我们在显微镜下去观察 他是不是 这个金色的发亮的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氧化 有没有什么发黑的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怎么样 这样子 把这个桌子啊刷刷洗洗棺棺材一下没问题啊 干什么 我们换一个什么 我们换一个触摸板 我们就是换一个什么 我们肯定不可能单独换触摸板了 我们换一个 什么东西了 换一个总成是不是这样子啊 换一个总成 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解决的是什么呢 出摸有盲取 是吧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是干什么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 清洗坐子 是吧 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清洗坐子 换总成测试 这是第一个 可以说这一步呢 你能够解决这个50%以上的问题 能够解决 其实好多都是什么样的 接触不好 好 坐子洗洗刷刷就好 或者是怎么样 平的问题 啊这个都有好多啊 这个是有好多的 好 然后呢 这个坐子清洗了啊 总成也排除了 那肯定到最后就只剩下什么 肯定就只剩下这个板的问题了 对不对 只剩下板的问题了 我把外塞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 如果是板的问题了 那我要怎么样来排除 是吧 我要怎样排除 那么这个时候的出现有盲取呢 通常怎么样 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啊 这个主板的问题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啊 做什么事啊 打对地组织 我们这时候呢 打坐子的这个15根 输入线15根返回键 加上什么桌子上面的 20根驱动线的对地组织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打对地组织 嗯 嗯 就是我们要来打这个阻值了 因为怎么样的我前面你这个盲区我们已经排出什么排出是这个触摸面板还有坐着的问题那么很可能没样子啊 比如说我这个16根这根线这根线也就这里是吧到我们又要试到什么芯片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底角怎么样 这个底角啊这个芯片的这个底角有虚焊 是吧这个底角有虚焊 这1520根线就20个底角嘛是这样的 我们干什么我们来打这个对立组织我们在什么地方测我们在这个地方测是这样的用万元表二级关档去测对立组织 如果你测到的这个对立组织比如说别人都是700 正常是700你测到的是什么呀你测到的是万元表上显示OL 或者是显示1这都表什么这都是表示无穷的OL或者是一都是表示无穷的也有什么状态啊也就是开路状态 知道吧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测是无穷的呃这个在这个地方测是呃这个700或者是800是不是等等是吧 在这里测是700然后在这里测他是无穷的他显示OL万元表上显示OL胜利率表他显示OL是吧 有些表现是一这都表什么不通为什么不通啊 幽幽是这个角怎么样的啊 幽幽是这个角可能虚悍啊 虚悍啊 于是呢我们把幽幽是怎么样 哎你的问题就找到了你的问题找了哎难怪怎么会有此去的原来啊 有一根驱动信号没送出来嘛是不是啊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幽幽是怎么样摘下来 摘下来摘下来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动作我们再测一下这一个点到什么 到我们坐着的这个角 之间是不是组织是不是零楼啊组织应该零楼他们应该是通的哎我打到封面档去测他应该怎么第一他会想是这样子 他应该是通的 那么如果说你测到不通哇这个问题是有点麻烦的啊 稍微麻烦了一点点是吧但是不怕 为什么因为咱们都有显微镜吗是吧在显微镜下 干什么 飞线是吧哎咱们来飞线 这个地方呢 飞跟线飞到这个桌子上是不是啊 然后把这个又要是怎么样一装上 哎再再来测试 这个盲区的问题怎么样肯定解决了是这样子 肯定解决了 好吧 这就是他的这个原理啊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电路图上面来看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些 VSTM是吧我们这个什么从这个21脚 是吧 啊我们这个上面到这个下面 咱们的这些脚 这些脚 这些脚 这一堆啊他们的这个对地组织 是相等的 相等的 对吧 相等的一般来说都是在正负五左右 正负五左右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这个 21这个脚我测到这个是800 那么24脚这里测到什么样的 可能就是801 23就可能测到是805 这里可能测到是803 这可能测到的是 800 也是800 这可能测到什么799 这可能798 这里可能是795 这个可能是吧又是800 知道吗 他通常就是在无以内 假如说你测到哪一个什么 是600 这个又是799 是啊那就麻烦了啊 测到的是600 600 测到的是600 那是什么问题啊 那就不是虚犯的问题了啊 那是触摸IC我们这个H6脚怎么样 挂掉了 触摸IC坏了 一个触摸驱动芯片坏了 因为他坏了 所以说他表现出他的这个组织很小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我们把这个触摸IC 是吧我们又要是换掉是吧 我们又要是也就是我们所大家所说的这个什么黑触摸 这样的 我们把一换 你再装上去 你再测 他肯定不会是600了 那肯定也是在这个什么 800左右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通过测对地组织的 可以 判断 可以判断我们的这个 触摸IC啊 是不是有断线呢 是不是有损坏啊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判断 判断他的好坏 或者他有虚焊 短路损坏 是不是啊 这是可以判断的 好吧 那么 一般来说呢 这20根线的对地组织的 通常是一样的啊 这20根驱动线 对地组织是一样的 我们在座子上一根一根的测啊 是一样的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测 这15根 返回线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15根这个返回线 他的这个对地组织是不是ok的 也就是这一段 这15根 我这个 绿色字体的啊 这些线啊 绿色字体的这些线 这15根线 他们的这个对地组织 一样的啊 也是在正负5左右 也是在正负5左右啊 不会相当太大的啊 不可能说一个是800另外一个是700 或者是600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如果说 那这个14根都是800 那么 还有一根是什么700 或者600 那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 又要是什么 又要是坏掉了 挂掉了 那么呀 好吧 所以我们来测这个对地组织来判断呢 测对地组织实现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 看 J4 到 U14 之间 是吧 有无 断线 是吧 还有什么 U14 有无 损坏 可以判断这个 组织一般变小 基本上都是损坏 都不用重做了啊 都不用重做了好吧 都不用重做了 如果说组织变小了 都不用重做了 那么 你这个 如果说这个 组织 如果说组织是正常的啊 如果说这个组织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就要继续往哪里查了呢 你说我测了这25根线 组织全是正常的 可是还是有盲区啊 怎么办 是不是 25根线测完了都还是有盲区 怎么办 就是我们要继续往前面再查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就要在什么 说明什么 这25根线是ok的 因为你现在排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排出了触摸屏 排出了 座子 排出了 U14 是吧 那我这个是吧 就还要再往前面查了 如果这个还是有盲区呢 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U14已经坏了 但也有可能是什么问题的 U12与U14之间断线 你注意啊 不光只是U14送出25根线送到桌子 U12也送出了25根线到这个U14 注意没有 知道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了 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啊 做一件事情 干什么呢 把U14摘下来 U14摘下来啊 我们来做一个动作 做个什么动作呢 我们把 来测一下 U14与U12之间 有没有断线 我们这是要做一个动作 测什么 B7脚 到A7脚 这个是吧 我们干什么 打对的组织是什么样子 打对的组织 那么这15根线 这0到14 这15根线 0到14 这15根线 对的组怎么样的 都是 相等的 知道没有 通常也就是在一个正负5以内 正负5左右 是吧 比如说你这里测到是600 那么这里的也就是600 是吧 或者601呀 或者是599啊 或者603呢 或者是598呀 等等 是不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 如果说你测到哪一个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测 是吧 因为我们把这个IC摘了嘛 你说不在IC里面测 你测什么测不到 没点是吧 我们把IC摘了 这个点是不是就露出来了 哎 我们把IC摘了 这个点就露出来了 全是这个圆点 是吧 全是这个圆点 把IC摘了 这里就全部都是圆点啊 全部都是圆点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测这个圆点 测什么 对地组织万元表打哪一档啊 万元表打的二级关档 红表比接地 黑表比我们接这个 B7 B5 C5 CA7 D5 对着什么东西测啊 对着点位图啊 对着点位图软件啊 打开我们的这个pass图啊 PADS 是吧 打开这个图对着啊 一点一点的来测 那么如果说你测到这个B9角 他不是600 是吧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万元表没反应 万元表动的不动一下 万元表显示什么 万元表显示什么OL啊 显示什么1啊 好了 恭喜你 问题找到了 什么问题啊 测B9角 是1 是吧 什么问题啊 B3角 虚悍了 知道没有 U12 B3角虚悍了 但也有可能是 B3角到 B9角之前 断线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他们断线 所以这个时候 我把它取下来之后 我就是找到问题之后 我要干什么 我要把U12也要取下来 知道吧 U12取下来之后 我呢 测一下 B3角 到什么 B9角之间 我用万元表来测 打到封名档一测 D 如果会响的话啊 那好了 封信一点啊 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 你把U12重做一下 把这个 U14装回去 是吧 基本上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把U12重做 U12重做好之后 我们再干什么呢 打一下B9的对聚组织 先前是OL 是吧 我现在 把它重做了之后 也变成了600 OK 你重做到位了 这个是你再把U14装上 这个固定就修好了 知道吧 所以这种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断线或者是 U12虚恨是吧 如果你说U12这边 打到封名档就测 表媒反应动的不动呀 也不会低一下 然后怎么样的 说明断线了 那这个问题的 稍微麻烦一点啊 这就考验你基本功能的时候到了 你要从B3这里怎么样 飞根线 飞到这个触摸驱动芯片的B9角 哎 用绿油打好绿油 紫外线灯烤一下 把它固化好 然后再把两个芯片扣上OK搞定了啊这个机子你就可以收钱了好吧 就这样子的 然后这就是 他的这个思路也就是说的我们除了测这个坐子到 驱动芯片的这一个 25根线 我们可能还要去测什么呢 驱动芯片到主控芯片的 25根线看到没有15根红色的箭头 20根黑色的箭头 他们之间的都会导致出现这个触摸盲区 好吧 都会导致触摸盲区 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我告诉大家啊 绝大部分的师傅是怎么修的啊 啊 先把这个前面也是一样啊前面也是一样 绝对师傅都怎么样 对 嗯 就把这个出门有忙去吗 把这个坐子清洗一下总成换一下 不行是吧 不行就把这个他这个对立组织他是懒得打啊 因为打到断断线了他还是要拆的是吧 干脆就不打 怎么样子 把又要是换一个 再不行把又要换一个知道没有 所以说我们是市面上修基的这些师傅他要讲究什么 速度要快 跟我们这个理论的一步一步分析 他是有一点差异的知道没有 所以要真正道理实际的时候 你要赶快搞完了要赚钱了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说出门有忙去你基本上都会怎么样的 做做这一步是吧 清洗做的换总成 清洗做的换总成之后什么打对立组织啊打三十几个人眼都打花了是吧懒得打什么样子 直接干什么 又要是一换 测一下好了就好了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都已经好了 很多已经好了 又要是换了再不行再搞什么 这个又要 这个说的 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个已经解决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已经解决了 那么还剩下百分之十的 这个就属于经营修级别的 知道吧 我们这个就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绝大文修基很快啊 他就怎么样的出门有忙去 把做的总成啊这个清洗一下总成换一下 排除了这个一部分 这一段这一块已经搞定了一部分了 然后怎么样 还都不行又要是换一下又搞定部分 还都不行又要换一下又搞定分去百分之九十已经解决了 那还剩下百分之十呢这是属于要精修的 这就是什么 高手要做的事情了知道吗 我告诉你 高手的 不一定能赚大钱 我告诉你啊高手不一定能赚大钱 是不是 我们说快赚快钱 是吧快进快出 这个就叫赚钱 你一天 你说我一天 修一个出门 人家都没把它修好 我从早到晚把它修好了 是吧 那么这个呢 不错 你是高手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赚的钱为人家多 知道吗 那么 我们在这个小地方 我们可能在这个 三线城市 这种情况下呢 尼尔没那么多 尼尔没那么多呢 那我们可能就是说 不能说像深圳的上海这些地方 很多电弹口怎么样子 修好这90%就行了 剩下的拉倒 玩给人家了 或者是转给 转给那些同行就搞了 那么 咱们这二三线城市呢 咱们需要搞出自己的什么 名气出来 越是人家搞不定的 我越是要把它搞定 是吧 最后什么好搞的难搞的 你都会多起来 知道吧 所以说这10% 就属于精修 就需要系统的 把这个理论呢 搞精通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这个流程 看呢 就算那种精修的流程啊 给你介绍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说的是什么 打桌子上的 20根线 这个什么 这个对立组织数 这都属于这个什么 精修了 是吧 真正来说啊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轻易做的换转成换 是换 90%以上 真的真的解决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 真的是已经解决了 维修呢 其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难就是什么 就是10%的把你打败了 知道吗 就是那10% 你搞不定的 让你摧毁了你的自信 好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当我们把这40%的原理搞定了 那基本上 没有什么可以难到你的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 紧接着呢 我们干什么呢 如果说还不行的话 我们干什么 我们拆一下 拆一下 我们拆一下 拆下又要是说一下吧 拆一下 又要是 你干什么 打 20根 驱动线 打这个20根驱动线 加上这个什么 15根线返回线的这个对立组织是吧 那么前面的这个呢 我们这个前上面这一步来是验证什么 验证 座子 我们这个阶式座子啊 阶式座子 验证阶式座子与 验证阶式座子与我们这个什么 U14之间 连接是否OK 是这样子 是验证这个东西的好吧 那么如果说前面都是OK的那么这个是你需要做个事情了是吧 我们可以怎么样拆下又要是打着20根线对准我们可以也可以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子猜一下 U12也可以是吧 对啊也可以的是吧你说我U14这边说明U14跟街市座这边没问题是这样子 那我把U12拆下打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是吧因为这个是U12的可能性更大 可能性更大知道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拆下U12 那打20根 这个 驱动线或者是15根线这个反弯线对立组织知道没有 哎打了没有问题干什么打了没问题把这个芯片的呢 我们在干什么 更换是吧这一块我们验证什么 这一块我们是验证 U12与 U14 之间 连接是否OK 是不是 好那你说我把这些动作 是吧 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什么 呃断线的哪里断线的哪个虚汉的什么样子 呃那你说我这个全部都OK 全部都OK那只能怎么干什么 全部都OK那我只能干什么换 换谁呀 换U12换U14是这样的 我们只能说是这样子来嘛是吧 把我们把这个字体改小一点啊 把我们换U12是吧 那如果你还是不行我们换什么 U14 是吧这个部分线后啊 你说我先换U14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是吧 他们都是有可能的 是吧 那么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市面上的这个要快修 要快修 那么这个实际的顺序跟这个顺序 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啊 实际的顺序是这样子的 是吧第1个干什么清洗桌子 换总成 第2个什么 换U14 第3个换U12 知道没有 第4个在干什么 第4个在干这个动作 知道吗 这是 理论分析啊 与这个实际维修 他这个顺序 他是有差别的 因为根据这个经验来看 绝大部分都是 U14或者是U12怎么样 虚焊或者是损坏 是吧 那么现在很多人的勤快一点的就把这个芯片重做一下 就好 有些人怎么样 不计成本的就说哎呀这个重做一下浪费我时间 一个板子多吹两遍搞不好吹爆发了 我干脆直接怎么样直接换掉 反正一个触摸IC也就是几块到10块 什么样子 或者是十几块钱 懒得去折腾了 是吧 因为你搞好了他的这个价值就更高啊 是吧 搞好这个收个三五百都是有可能的 300200的是吧 这个要快呀 是吧 赚钱一定要快 那么 这就是这个触摸有盲区的这个维修思路 很显然触摸有盲区 跟这个触摸的工作条件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吧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今天的课的就到这里了 那么下一段课的我们接着在分析这个